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狂欢》 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恐怖电影《人行诗》 60年前,一男子按照妻子的模样量身定制了一个人偶 没想到人偶居然活了,还深深爱上了他 一天妻子惨死家中,男人成了首要嫌疑人 最终被村民残忍杀害 从那以后,人偶就一直守在男人的坟前 60年过去了,五个不同背景的人偶爱好者齐聚艺术馆 他们分别是资深的摄影师小帅 开朗的大学生畅扬,干练的雕刻师西敏 犹豫的小说家永和 而最后这位,并未收到馆长邀请 自称是一名模特 是听出了这个项目后不请自来的 随后馆长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艺术馆的大厅 这里成立着各种各样的玩偶 同时,人偶设计师阿美 看到模特男的形象也很是满意 参观完以后,五人便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房间内也是风格各一的人偶摆见 出于礼貌,馆长便请几人一起吃饭 中餐时,大家对永和抱着的玩偶很是好奇 永和称这个玩偶已经陪他19年了 随后小帅就表示,这么久那应该有灵性了吧 还有收藏的石头,玩偶等来举例说明 纵使他没有生命 如果人们爱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会像人一样有灵性 这种说法对模特男来说很是荒诞 但设计师阿美却完全赞同 表示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玩偶注入灵性 每个人都会习惯性的遗失曾经的玩偶 但有灵性的玩偶却会偷偷地回到主人身边 说完便离开了餐厅 在接下来的拍照环节 永和突然显得十分惶恐 不断地大声尖叫 而后眼睛一翻摔倒在地 众人疯疯上前抢救 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时 模特男却偷偷离开了大厅 溜进了馆长办公室 看到了几个人的资料 突然馆长走了进来 模特男急忙躲进了旁边的柜子里 忽然一只手莫名搭在了自己肩上 扭头一看竟是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形玩偶 眼睛还在转动 就在这几倍发凉的时刻 规模开了 模特男尴尬地看着馆长 谎称手机没信号 实际上给女友打个电话 感觉谎言被拆穿 模特男只好坦白 自己仅仅是进来而已 并未拿走任何东西 馆长见状 也只能让他离开 随后馆长独自来到了地下密室 这里囚禁着一个长发男人 馆长把五个人的照片挂起来后 就直接离开了 没多久女孩美娜走了进来 就在她亲手抚摸西敏的照片时 长发男人便开口询问 是否见过了西敏 美娜笑了笑 然后出来散步的西敏 在大院见到了美娜 但西敏并不认识美娜 就在两人闲聊时 模特男走了过来 西敏立马和模特男打招呼 西敏本想向模特男介绍美娜 美娜却消失不见了 西敏也没有太在意 继续和模特男聊了起来 没聊两句 馆长出现 并表示设计师阿美有事找西敏 原来是阿美得知了西敏的职业后 认为雕刻师和人形师有相同之处 特意让她过来参观玩偶制作的 在这里西敏看到了一个 和美娜装扮一样的玩偶 阿美得知两人已见面 并猜测肯定很感人 可西敏却很疑惑 因为美娜告诉过阿美 自己和西敏很熟 西敏却表示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美娜认错了人 西敏刚走 美娜就从角落走了过来 满脸的伤心 而西敏刚回到大厅 就被发疯似的永和揪住了头发 其他人听到声音急忙过来 把两人分开 原来是永和醒后 发现玩偶坏了 而女大学生说西敏曾经碰过她的玩偶 因此她认为是西敏干的 而地板上又有西敏的照片 所以永和更加确定 就是西敏杀了自己的玩偶 西敏不知所措 转身只好返回了自己房间 而自己的房间也是凌乱不堪 好像被人翻过 凡饭时馆长表示对白天发生的事 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而此时对人偶略知耶恶的小帅表示 除掉有灵性人偶的唯一方法 就是挖掉眼睛后再砍掉脑袋 而且在艺术馆不远的一个小山村 就曾经发生过 有灵性的人偶报复人类的事件 变成自己的故乡就在那儿 话音刚落几个人都愣住了 原来几个人是老乡 故乡都是内里 与此同时房间里的永和却是心惊胆战 灯光忽明忽暗 人偶忽远忽近 晚饭后西敏看到了哭泣的美娜 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美娜却责怪西敏 为什么不肯认她 突然西敏看到了美娜 那张满鲜血的双手 立刻追问发生了什么 美娜看到了阳台上的阿美 转头伤心地离开了 担心美娜出事 西敏一直紧跟着她 由于脚下踩空 不慎落入坡底 昏睡了过去 艺术馆内大学生给永和去送饭 敲门许久无人回应 就直接破门而入 却看到了惨死的永和 得知此事后 馆长第一时间报了警 此时西敏又神秘失踪 模特男便询问馆长 美娜在哪 馆长表示 她是这里一对职员的女儿 可能是回家了吧 时间过去许久 警察仍未赶到 胆小的女大学生 勉强拉着小帅 陪自己去上厕所 就在她起身离开时 却被身后的人偶拉了回去 捂上嘴 瞬间领了盒饭 小帅听到里面没了声响 便用相机偷拍 随后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人无人回应 感觉到不对劲的小帅 便推开了厕所门 却看到了大学生 姿势怪异的死在了马桶上 红飞魄散的小帅 拿起刚刚拍到的照片一看 赶紧扔了 脸孔带爬地逃出了艺术馆 模特男发现后 也赶紧开车追了上去 就在小帅疯狂驾车逃离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偶 伴随着一声惨叫 车子撞到了土顿上 幸好有惊无险 小帅惊慌地查看了一下四周 没想到突然从后面伸出一只手 死时卡住了他的脖子 模特男赶到后 发现小帅早已惨死在车中 昏睡的西敏 梦到自己小时候的人偶 于是醒来后赶紧跑回艺术馆 打电话询问人偶的样子和名字 听了妈妈的描述后 西敏确定就是美娜 挂断电话 却发现美娜就在自己身后 美娜惊喜地望着西敏 她就是西敏最好的朋友美娜 当美娜向西敏慢慢靠近时 西敏却尖叫地跑了出去 看着她惊恐的表情 美娜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此时开车回来的模特男 看到了死在厕所里的大学生 也看到了小帅拍的那张照片 马上找到了想要离开的西敏 认为凶手就是她 完全不听西敏解释 拿出手铐把她铐了起来 并表明自己其实是名警察 然后拿出小帅拍的那张照片 真是西敏谋杀的大学生 而且认为其他人也是被她所杀 就在此时 阿美现身问模特男 身为警察为何来证 原来是两天前 山脉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 此人正是这里的公人 阿美继续问道 你是因为那张照片 断定凶手是西敏的吗 当模特男再次拿出照片一看 原来的西敏竟然变成了人偶 此时 阿美道出了电影开始 60年前的杀人案 男人惨死于不白之冤 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除了他制作的人偶之外 没有人相信他 于是人偶决定帮主人复仇 杀掉当时害死主人的那四个人 慢慢的人偶找到了那四个人的后代 也就是这次被邀请来的四人 两周前 人偶施展魔法 杀掉了这里的一个工人 用他的尸体吸引真正的凶手 原来模特男的爷爷 才是当时杀害女人的真凶 是阿美和丈夫长发男 路过墓地时 带回了坟墓前的人偶 人偶便附身在阿美身上开始一系列的杀人计划 说完之后阿美就准备离开 却被模特男拽住了轮椅 没想到阿美的头直接转了过来 随后身体也跟着转了过来 凶狠地吼道 是你爷爷杀害了我的男人 你注定要埋在这儿 至于西敏最好也死在这儿 否则你的家人和亲戚会死得更惨 刺牙咧嘴地发泄后 阿美离开了 得知真相的模特男 本想为西敏打开手铐 却发现钥匙拉在了房间 便拿出手枪让她防身 自己去找钥匙 模特男刚走 美娜出现了 安慰西敏不要怕 就在美娜慢慢靠近时 西敏一狠心开了枪 此时的模特男正拿着钥匙准备离开 房门却自动关闭 西敏看着美娜头上的弹孔慢慢消失 异常惶恐 可美娜却叮嘱她暂时在这儿等着 说完便离开了 模特男刚转开房门 一根铁锁就飞过来缠住了她的脖子 向大厅拽去 西敏凭借着肥皂的光滑挣脱了手铐 跑到大厅 见到的美娜把模特男吊在了房顶 立刻跑到阿美房间找到人偶 就在手起刀落的瞬间 美娜的人偶却不见了 原来是美娜松开铁锁 赶过来拿走了人偶 自己杀掉欺负西敏的永和 就是想陪伴在西敏身边 没想到西敏却想杀了自己 此时伤心欲绝的美娜 也被恶魔附身 眼球瞬间变红 吓得西敏赶紧向外跑去 与此同时 馆长在密室劝说着长发男 自从人偶附在阿美的身上后 就胁迫这两个男人听她的吩咐 馆长担心姐姐阿美的安危已经服从 而长发男却宁死不从 人偶想让长发男按照主人的照片 制作出有灵性的人偶 让主人复活 这次长发男称馆长不注意 用提前偷偷打开的手铐 靠住了馆长 拿着一把斧头离开了密室 而这边模特男已经被邪恶的美娜杀死 美娜死死掐着西敏的脖子 说要杀了她 西敏用激将法刺激美娜 她什么都不是 根本没把她当朋友 就在美娜想彻底杀死西敏时 却看到了她手臂上的疤痕 那正是西敏为了保护她 被摩托车撞到刮伤的 而人偶也正是此刻有了灵性 美娜松开手 一时慢慢恢复正常 她在她身上伤心地哭起来 这时阿美拿着人偶 威胁美娜让开 不然就刺破人偶的双眼 可美娜硬死也要保护西敏 阿美疯狂地扎着人偶的眼睛 也拧掉了脑袋 这时美娜无法再保护主人了 深情地看着曾经的主人 深深记在脑海里 就在美娜想要杀死西敏时 被及时赶到的丈夫 长发男一枪击中 此时馆长也从密室跑了出来 看到重枪的姐姐 便和长发男四大起来 受伤的阿美还想置西敏于此地 却被西敏捡到的锥子刺中 这时馆长走了过来 可是没走几步 却瘫倒在地 原来是身受致命一服 随后长发男走过来 窥在死去的阿美面前忏悔 不应该把那个人偶带回来 就在此时 艺术馆里的人偶全部复活 围住了想要逃跑的两人 两人趁机从坏掉的窗户 艰难地逃了出来 长发男指着被雷电击破的雕像 让西敏去毁了那个 从墓地带回来的人偶 西敏立刻开车将雕像撞倒 拿起斧头彻底毁了这个人偶之灵 然后烧毁了艺术馆里所有人偶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